刚刚夺下坎城影展最佳导演的名导 侯孝贤在专访中透露了他的世界观 身为这世界的一部分 身为这国家的一部分 你自然你会有你很复杂的 你其实要需要很客观的 要很清楚 你要常年下来才会有你的眼睛 才会有你的眼界 侯孝贤强调要有常年的累积 才能够拥有自己的风格 如同聂影娘侯岛扎扎实实了 准备将近十年 在坎城影展上 大放异彩 侯岛也曾经年轻过 所以他拍的戏在某一个时代的时候 大家四十多岁说 他也是非常的外放的 很多话要表达的 很多话要说出来的 要让大家看到的 听到的 可是到现在的时候 他有很多东西 他是内敛的 从外放到内敛 侯岛的陈浅也投射在作品中 在念影娘中 一人分饰两脚的许方仪 甚至用了姑娘来形容侯岛 这只姑娘太厉害了 太强了 然后他用他的语言 打动了全世界 很多人出来看了 他就说 这故事就是你吗 没错 念影娘就是侯岛贤 你可以看不懂 但却不能不佩服 这十年磨一剑的 美丽举作 记者综合报道